交完了光的三元色之後 下一個叫做顏料的三元色 它是反射的 剛才是自己會發光的 現在是反射的 顏料三元色 反射的時候會吸收對不對 吸收別人反射出去 所以它是減法 它把別的東西減掉 吸收掉只反射一個 剛才的光是加法 我發紅光我發綠光 這是加法 這是減法 那麼就是這三元色 就是剛才的光的那個三個混合 就是三元色 陽紅 黃跟青 那有人會叫做紫色啊 有人會叫做紫色 沒有關係 那是 翻譯的時候寫吧 中文對顏色的那個 描述並不是非常的精確 非常的精確 OK 陽紅黃色跟青 然後就這樣子 有人就是YCMK啊 就是你如果 用電腦的時候 那個圖檔裡面有時候 變成YCMK檔 就是這個 要做你準備做印刷用 準備要做印刷用 好 K就是黑啦 Black啦 但是因為B裡面用掉了 Flu用掉了 所以要用K OK 混合 黃色顏料就是可以 反射紅光跟綠光 因為黃光就是 紅光跟綠光嘛對不對 像你看到 黃光就是紅光跟綠光嘛 所以黃色顏料可以 反射紅光跟綠光 但是把其他顏色吸收掉 那青色呢 青色就反射誰啊 藍光跟綠光啊 把其他顏色給吸收掉 把其他顏色給吸收掉 因此你黃顏料加青顏料 會變什麼顏色 隨時他們的交集 隨時他們的交集 都可以反射是誰 綠色嘛 所以呢 黃色顏料加青色顏料 就會變成綠色 把其他的顏色都吸收掉 所以他就會變成 所以他就會變成綠色 所以他就會變成綠色 K就是 我們的結尾 這個是調顏色啦 水彩調顏色 這我們台灣學生也被人家罵過 說我們台灣學生都不會調顏色 就只會 哪個25色36色那個 都只會用它上面顏色 你不會自己調 就把它調起來 所有的 好 那所有的顏色都混在一起呢 就黑了 不會 不會 會黑掉 就黑顏色 OK 你如果有人像以前 有人以前他們現在會不會這樣做不知道 以前他們會有個小小的放大鏡 然後去看那個印刷出來的東西 然後他就這樣一個那個網點 就是這個三個顏色 所以這三個 湊出所有的神色出來 彩色印刷 就是所有的黑色 很 比較少人考顏色的混合出來的情況 比較少人考 比較少人考 我看過有人考 但是比較少人考 但是光的比較多人會考 光的部分 比較多人會考 比較多人會考 反正就是知道一下 把那個圈圈的記一下 其實就反過來 你知道嗎 就反過來而已嗎 就是 紅光加綠光是黃光嘛 黃就是紅跟綠嘛 有意思嗎 它就反過來而已 這樣子 這就是 讓你了解到 所謂的顏色的三元色的部分 OK